深陷漩涡之中的长生生物可能会被突然死亡,证监会于静约紧急表态,宁愿上市公司涉及国家公众健康、安全等领具重大违法行为的,证券交易所应当严格依法作出暂停,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交易。 有人认为,证监会的这一制度修改,就是为长生生物量身定制的,但是,这个看似联利的退市新规,依旧没有涉及这种恶性黑天鹅退市附带的惩罚及赔偿措施。 那么,长生们,是不是应该一退了之呢?对于A股的投资者来说,类似长生这样出现,涉及国家公众健康、安全等领域重大违法行为的黑天鹅而退市的情况,无疑是当头一进门关,非常凄惨,因为他们在购买公司股票的时候,根本无法预料到这些内幕。 而且像长生这样的公司,也不算是垃圾股,甚至有富国的十多家公募基金大量持有,曾经是典型的成长优质股。 因此,遭遇这种恶性,黑天鹅退市,正常买入的投资者,肯定是需要补偿的。 它不是因为去堵了垃圾股投机需要风险自担,严格手规手举的政策交易,合理权益理应得到保护。 在美国股市,投资者如果遭遇这种情况,只要发现丝毫可疑的迹象,都可以怀疑任意市场行为者,内幕交易,操纵股价等问题并进行指控。 然后,或许涉嫌的公司出示可能证明这些指控,或表明全新责任推断的文件,被告公司迎来的将是漫长和港股0001昂贵的诉讼。 此外,从清理市场环境承接不良公司的角度看,如果仅仅让长生轻松退市,完全就是纵容,是一种变相的鼓励。 试问,长生当年借客上市前前后后融资的六十多亿资金该不该归还,企业弄去作假该不该处罚,一或六是举罚款六十万。 这样性质恶劣的公司,完全应该让失控人施予处刺,不仅要决究刑事责任,还要承担民事退偿,罚的倾家当产。 此外,借客上市时是如何审核把关的?保健机构,中介机构该承担怎样的责任?日常的监管在哪里?这些都是我们要严肃对待的问题。 不解决这些问题,你让他退市又如何,缺了几十亿一分钱不用退。 股权分支,抵押的钱一分钱不少,时空人家足一就加大业大,造价成本如此之低,有什么惩戒作用? 因此,对于社会影响巨大,性质恶劣的造价公司,应该都管旗下严惩不败,要形成一个没人敢于触碰的高压线。 不是简单的退市,高管市场进入,罚款六十万可以解决的,我们相关的法制法会完善的速度应该更快,应该更灵活。 CDR这样的制度修改几个月可以完成,恶性造假等处罚,一直是六十万不便,甚至连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的因素都没有考虑,完全是搞笑。 而对于监管,不能也是一两个职能部门的事情,而应该是由律师事务所,会计师事务所,投资机构,个人投资者,媒体等市场力量合力完成。 市场反向的监督更容易找到问题,只有言行俊法让维法违规成本高起,才能让感触红线者身外。 监管曾可以去向市场各方了解一下,退市也好,市场进入也好,六十万罚款也好。 能不能为社上市公司弄虚作假,能不能遏制上市公司违规犯罪,隔靴骚哑,高举侵犯,能有多大的实际作用? 本文元字金融投资宝,更多精彩资讯,请来金融界网站www.grjcomcn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